各位会求菩萨保佑 用慈悲的心态 去化解人间的烦恼 不活在过去的痛苦中 今天的烦恼会过去 明天的忧愁不要去想 这就是金刚经当中所说的 过去不可得 现在不可得 未来不可得 唐朝的寒山和舍德两人 非常有智慧 有一天寒山问舍德 世人惠我 欺我 卢我 亲我 见我 饿我 骗我 我应该怎么办 舍德回答说 那只有忍他 由他 逼他 耐他 耐他 敬他 不要理他 过几年 你且看他 学佛人的忍他 那是一种智慧 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化解 那是一种慈悲 在忍耐的世界里 你会没有称恨 你会没有嫉妒 你只有心平气和 只有和平和包容 所以 学佛人 要学会忍耐 我们人的一生 我们人的一生的成功 那 学会忍耐 就是必要的修养 要想通人生 抛开人间的 明文立扬 所以 其实人间 就是一张纸啊 出生一张纸 开始一辈子 毕业一张纸 奋斗一辈子 婚姻一张纸 折腾一辈子 做官一张纸 争斗一辈子 金钱一张纸 辛苦一辈子 荣誉一张纸 虚名一辈子 看病一张纸 痛苦一辈子 道辞一张纸 了结一辈子 看穿这些纸 明白一辈子 忘了这些纸 快乐一辈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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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